我最近发现几个在海外闷声发大财的公司 打法简单粗暴 让人大受震撼 看完只想说一句 这也行 前几天不是爆出来游戏原神全球总收入超过40亿美金吗 简直是赚麻了 不过赚虽然赚 人家原神毕竟前期就投了好几亿的研发费用 不是一般小公司能随随便便做出来的 连腾讯现在都后悔的直拍大腿啊 大意识忽悠啊 那面对国内卷上天的市场和极其稀缺的版号 各路小厂们这两年纷纷开始另谋出路 谋着谋着游戏圈内就流出这样一个传说 说几个哥们跑到中东给沙特王室开发了一款游戏 成本不到400万 但是每个月的流水超过了4000万 游戏活跃玩家数量高达12个人之多 刚刚听到这个故事上我是轻蔑一笑 心想这不就是前几年朋友圈微商经常用的套路吗 天天发什么 恭喜王总喜提马沙拉蒂 这也能信 听完我转头就去了解了一下 绝对不是想发财啊 这一了解 好家伙 现实比传说更传奇 这两年确实有不少国内游戏公司跑去中东门声发大财 最早吃螃蟹的是一家叫网龙的公司 这家上古游戏公司上一个爆款游戏还是03年的征服 网龙一琢磨 既然国内玩家曾经那么喜欢玩 那是不是也可以割一波国 不是 雨露君瞻一下国外玩家呢 尤其是被欧美厂商遗忘的阿拉伯人民 欧美大厂不管出的什么游戏 主角都是欧美人 这怎么玩 阿拉伯地区的人民一点代入感都没有啊 于是网龙给征服换了个皮 推出了阿拉伯版的征服 融入了大量阿拉伯历史和文化 什么肚皮舞啊 炼金术啊 摘月啊 统统给枕上 游戏里女性都是游爆面纱半遮面 没有游戏前那些中东土豪们平时的娱乐活动就是 玩玩狮子 熬阴 朴实无华 且枯燥 当他们玩到中国厂商开发的游戏后 立马就上头了 他们哪见过这么新颖的套路 不是 新颖的玩法呀 这些游戏的核心玩法就一个 只要你充够钱 你就能变得更强 中东的是有王子说 巧了 我最不缺的就是钱 所以玩的根本停不下来 天天跪着唱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 可光了所有石油 这款游戏每月给网龙带来上亿营收 根据网龙的财报 2002年上半年 他们在游戏方面营收18亿 阿拉伯版的征服上线中东市场已经有13年了 玩了这么长时间 居然去年在埃及的流水还能同比增长20.8% 就跟喝了假酒一样 后劲太大了 后来网龙内部员工出来创业 成立了一家手游公司叫龙腾建合 直接磨盖当年火遍全网的猎王的纷争 搞了个中东版苏丹的复仇 以当地人最自豪的14世纪的中东为背景 那时候的伊斯坦文明前脚军欧十字军后脚共下军事 逃跑二十 产品在国际上越来越出名 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TikTok了 美国人都开始担心了 前几天谷歌有个名叫哈里斯的专家就说 中国人大大厉害把TikTok和游戏给美国孩子玩 输出精神鸦片 让他们只会打游戏当网红 但是中国的小朋友呢 在抖音上学习 可不是吗 我初二的小脸丽 每天在抖音上沉迷学习三四个小时 好了不说了 我也要去抖音上学习阿拉伯文化了